我想要先請問你們是不是在這個6月6號的時候 有在你們的臉書上面提出行政院的複議案七大理由的圖卡 是的 那為什麼在我們收到你們的報告裡面的時候呢 七項變成六項 可不可以先跟我們說明具體的原因 為什麼對外所公開在臉書上給大眾看的是一個版本 但是給立法委員看的是另外一個版本呢 謝謝委員的發現但是內容都是一樣的 內容一樣嗎 公文書 你講話要誠實喔 內容一樣嗎 我們都把有一項都放在內容裡面來談 有一項是哪一項 就是這個 這個哪個 那個 啊 無差別的一項 只有一項嗎 無差別的一項 只有一項嗎 無差別的一項 只有一項 你確定我要問你的是不是 臉書上的PO文 臉書上PO文代表我那時候一個心情 公文書為主 代表心情 你們發臉書只是代表你個人的心情 行政院可以這樣子嗎 這個是對於人民公開的行政院七大複議理由 應該是要非常審慎的 不是按照我們院長的心情來處理的 所以七大你剛告訴我說 七大理由變六項只改了一個無差別對不對 我們 其他六項 包括那一項 其他都一樣 都有放在文字裡面 我想問其他是不是都一樣 文字或許有調整 或許有調整 調整的內容重要或不重要呢 你覺得 我們還是以公文書為準 那不是嘛 你給民眾看的東西 跟你給我的公文書 不一樣啊 請問 這個公文書 有給家家戶戶 有給所有的民眾參考嗎 如果沒有 那幾乎所有民眾 他只能從臉書 6月6號到現在 十幾天的時間 看到你的心情 然後寫的七大原因 跟我們所收到的公文書 不一樣啊院長 公文書是對大院提出的 所以對大院的文言誠實 但是你對民眾欺騙 不是 可以透過媒體讓大眾知道 他們不可能把公文書 送到每一個人的手上去 那你為什麼內容會不一樣 你剛剛告訴我說 只有無差別三個自由改對不對 把項裡面我們有調整 是這個文字上的調整 調整 我就問你說是不是只有無差別調整 你先回答我這個問題嘛 這個複議案是你們提出的 你不能我問你問題的時候 你不知道啊 不然我們時間 不然主席我們時間停止 讓他們把答案找出來好不好 已經跟委員報告過了 因為我們今天複議案是你提出的 所以你給民眾看的版本 跟你送給我們的公文書的版本 哪裡不一樣 如果我們的院長都不清楚 那你們提什麼複議案呢 委員這種下這種定義太直接了 太直接 我當然很直接 我代表人民 我還能不直接嗎 我要奪委婉 直接要經過思考跟判斷 好 你說要經過思考對不對 你剛剛不願意回答我的問題 我幫你整理好了 我幫你整理好了 來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再下一張 我有標起來的 一 二 三 一 二 三嘛對不對 一 二 三 有三樣都是不一樣的 你們的圖卡裡面只有七條 結果有三條 都跟你們傳給我們的 正式複議文書不一樣啊 來 無差別這個你們已經知道了嘛 根本沒有什麼無差別 所以你們在最後給我們的文書拿掉了 好 再來你們本來說 無限期人事同意權 空轉政府重要職權 你告訴我說 這個內容都還是有提到 雖然標題沒有 我告訴你 傅力涵裡面請問有沒有空轉兩個字 但是會造成憲法跟法定機關 我知道我問你的是 你提供給民眾參考的東西 上面寫了空轉政府 但是你給我們的正式的韓文裡面 有沒有空轉兩個字嘛 空文書上面我們認為用比較 文字上要用比較法律上的用詞 所以你給民眾的是一套 給立委的是一套 你們覺得這是很合理的質問 沒有欺騙民眾的嫌疑 沒有 好 再來 懷疑官員虛偽陳述 就可以呢 刻意行責 懷疑兩個字不見了耶 在傅義函裡面 沒有懷疑兩個字耶 你知道這件事嗎院長 內文的表示就是不不希望用 主觀的判斷來認定一個 這個昨天黃國昌委員在質詢的時候 我聽過了嘛 我問你的事情很簡單 來我們回到那個七大負義圖卡那張好不好 行政院的七大負義理由 我看我這裡有沒有 行政院的七大負義理由裡面 所寫的七項原因當中 跟你們所提供給我們的 最後的六項裡面 有三項在文字上面 在我們的本子裡面 韓文裡面都沒有 所以我想要請問 這是不是一個錯誤 意思是完全相同的 意思不一樣 無差別調查民眾 跟你只要懷疑官員虛偽陳述 就刻意行責 跟沒有懷疑是不一樣的 無差別調查民眾 跟沒有無差別調查民眾 是不一樣的 會不會造成政府空轉 跟這個不會造成政府空轉 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最基本的一個文字邏輯 來請回答 懷疑就是不需要用主觀的判斷 一個人委員提案 五個人連署就可以把他做 有罪或無罪的認定 無差別就是希望能夠依照 那裡面為什麼不寫 我就跟委員報告過 裡面為什麼不寫 跟大院的公文書 依照法律的文字來做 跟民眾的訴求 我們用一種法白的方式 內容是一樣的 內容沒有一樣 只要委員能夠深入的去看 內容是一樣的 因為你寫了無差別之後 所有的民眾看到 都會以為自己也會被調查 但實際上我們有相當程度的法律程序 以及相當的救濟